论文们已经三年了 司法被控制成这样 童文正今天就被撤销 他的中华民国护照 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 蔡英文除了他自己满身的唱八 太多的问题一再被揭发 为他要供固他自己的权势 法要去封锁资料 不惜牺牲一切 牺牲我们的民主制度 出卖国家 出卖台湾 论文早就定案 没有说再去什么真相不真相的问题 非常明确 这个定案根据我根本不在乎 你LSE说什么 你LSE拿不拿出论文 童文正今天就被撤销 他的中华民国护照 那这个是民主国家 他明明被通缉 就是你是司法官荒唐的 起点的一个 起诉就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 他也没有逃亡的这个现实 你去通缉 这个真正是 真的知道法治国家的精髓的话 谁也不敢去夸奖 这是台湾的民主成就吧 等蔡文国卸任之后 有可能LSE就全部会全完成的 我觉得他卸任以后 司法不是那么容易启动 因为他这个不是像 陈水扁他是 他不是很明确 而且有国外的巴拉马文件 都证实他的钱的移动什么的 就很明确 所以陈水扁必须要认罪 那他这个到现在还是事实反抗 他不认为他还在造假 而且他有司法帮他掩护 有行政帮他做共犯 有立法晋升 所有该采取的行动 这个在野党 国民党完全不敢动 比如说你应该有职权 你要提起罢免或者是坦克 虽然我们知道做不到 可是你至少是个历史记录 你对这件事情 你的态度都没有 因为他自己就是当事人嘛 所以我们国家就被这两个政党 这样交互的互利 他们两个互利 然后把人民给牺牲掉 蔡英文除了到各处去助选 讲一些很空泛的 调动情绪的 完全不负责任的话 就是为了要选上 为了要选举要命 那很明显的 就是为了要供估他自己的权势 保障他自己的权势 因为他自己满身的苍疤 太多的问题一再被揭发 那我们已经三年了 司法被控制成这样 那你现在光是 这个疫情的问题 人命真的不只是踩上 一万条人命前进 现在每天的疫情 还在高峰期的样子 那疫苗简直是污止尽的要打 那这个都是 不管你中间的贪污什么的 你不去审查 你反而去封锁资料 这个都是违背常理 完全不合乎 一个民主国家的统治 就是私讯要公开 让人民知道自己的权力 知道自己的生死前途 就在蒙骗 这样子来打选战 他大概是想说 只要选战赢了的话 他就可以安稳了 都布局得很好 下台以后 也没有人还追究他 所以他不惜牺牲一切 牺牲国家利益 牺牲我们的民主制度 就是我更担心的 他出卖国家 出卖开完